為響應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 澳門14間博物館聯合舉辦文博界年度盛事 2021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 開幕儀式將於5月9日下午3點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 當日將會設有攤位遊戲、工作坊、講座以及戲劇道上等活動 本澳國博物館代表於4月28日在澳門科學館 共同舉行新聞發布會 介紹今年嘉年華多個精彩項目的詳情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就是 博物館的未來恢復與重數 在全球年程的影響下 各個的博物館都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是仍然頂著文化 提供文化體驗和服務工作的初心 藉著不同的方法和文革 積極地深化博物館和社區的關係 試圖跨越社交的限限 今年大會還邀請了廣東山博物館、廣州博物館、深圳博物館 和香港文康及文化事務處參與今次的活動 也在今次嘉年華會的現場會設置攤位 嘉年華當日各個博物館將會設有豐富的活動 當中包括 百門百海遊戲、觸感體驗遊、3D立體視錯話拍攝體驗 免消遲專畫工作坊、得成案招牌、飾品DIY工作坊等 另外在整個五月 各個博物館也設有其他慶祝活動、展覽工作坊等 長城可以瀏覽澳門的博物館網站 是現在的台灣局